欢迎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之所以疾病少 皆因节育养精多 其中节育两性之欲尤其重要 节育养精 这是我们的祖先积累的 却病延年的宝贵经验 今天小万就来告诉大家 节育对于修行养生的重要性 做任何事情都要符合客观规律 违背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现代人经常说食人酒须 因此市场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补肾的药 这些补肾的药治表不治本 因为肾须的根本原因是纵欲 因此补肾的最好办法就是节欲 药物只是起到辅助作用 另外市场上有很多声称 能治疗各种性功能障碍 快速恢复男人雄风的药品和保健品 这些东西价格昂贵 可是买的人却很多 所谓的性功能障碍是由于人 贪色纵欲 邪淫造成的生理上 心理上的疾病 已不仅仅是肾虚的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不去了解造成性功能障碍的根本原因 节欲养肾 慢慢恢复 却想借助药物继续去纵欲 这无疑是何则而鱼 得到的虚愉快感是以透支体力 精气为代价的 精气于人如有氧灯 最后身体被掏空了 油尽灯灭 不死也得残 中医对肾虚总的治疗原则是 赔其不足 不可罚其勇于 借助药物纵欲 与此原则正好相反 雄风未震 精气全无 离死不远 由此可知 贪色纵欲 不能让人尽天命 因此 节欲是养生健体的 一重要内容 俗话说千金难买健康 生活水平高了 除了想尽物质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更重要的是追寻长寿之道 古人对长寿妙方的理解是 节欲养精 唯有清心寡欲 养精蓄气 才能保证长寿 现代人的纵欲正在让我们的健康 渐渐溜走 我们应当弘扬老祖宗的主张 节欲养精才是长寿之道啊 一般来说高等动物的精子 要在雌性的体内受精 需要参加一场极激烈的受精拳绝竹 所以在精子中配备了丰富的能量 正所谓精子是男人的精华 经过性兴奋排出体外的精子 具有丰富的最珍惜的营养成分 对人的健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 本来是为了传宗接代 才过夫妻性生活的 太过追求就是偏离自然本性 因为性生活对男人来说 快感过后 疲劳是十分严重的 实际上不管是男子还是女人 长期过度纵欲 除了会引起上面提到的 会腰酸背痛 困倦 乏力 萎靡不振等 还会导致很多疾病 首先是糖尿病 第二是坏居 第三是中风 这三种都是我们常见的慢性病 以前都是年纪大的人才得 但现在年轻人也得这样的病 这都与肾的损伤有关 糖尿病 中风都在身体下不亏虚 那么会有虚火上炎 就会得高血压 影响到脾胃 你吃进来的糖消化不了 就直接从尿里尿出来 都是肾经亏虚造成的 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就是坏居 脚趾头坏掉 烂掉 这是由于肾经不足 下肢的气血不能够冲到你的指尖 就坏掉了 糖尿病的原因 一个是纵欲 一个是大量吃肉 饮食无度 首先是脾胃受伤 再加上纵欲 就伤了肾经 你脾气不好就伤肝了 肝 脾 肾 这三个最重要的脏腑损伤掉了 糖尿病 高血压就都来了 一个人的肾经是父母给的 就相当于种下一个树的种子 可以让它生根发芽 长成一棵树 从我们父母来的圣经 可以让我们长成一个人 人类要繁衍 就是靠着一点点的圣经 这个圣经本来是要藏起来 不轻易拿出来 什么时候拿出来 你要创造一个生命 所以保护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其实对生命是缺乏了解的 尤其是西方的价值观 西医才几百年的历史 用这一套科学来认识我们的生命 有时候是完全找不到答案 甚至是相反的结果 但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终于揭示了真正的生命奥秘 过度纵欲对人五脏六腑 有直接的伤害 即使是义饮 圣经也会打开通道 虽然没有移经出来 但是圣经已经不在应该在的那个位置 已经跑位了 中医来说这叫暗号 会有分泌物 身体损伤很大 过度纵欲损伤圣经 女子 男子都一样 大家看看古来的君王很难有长寿的 有一个数字 192位皇帝平均的年龄39.2岁 看看动物世界就可以知道 许多昆虫一交配就死了 也就是完成了历史使命了 人可以多次 如果不省着点用 到头来没得用了 想用也用不起来 凡是莫过 任何事情都是平衡的 有所得必有所失 快感的背后隐含着能量巨大的消耗 切记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节育 男女同房 他是有周期的 只是为了繁衍后代 现代有些人过分追求快感的体验 实在是舍本驱没 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当儿戏 古人认为性生活的频率 根据男子的身体状况 30岁之前一周一次 30到40岁两周一次 40到50岁一个月一次 50到60岁应该是两个月到三个月一次 60岁以后最好就不要有防势了 因为圣经要用来充养你后半辈子的身体 你的五脏六腑 你的骨骼 60以后你能够心清静下来 断绝房事 你的寿命绝对延长 否则减了寿命还不知道呢 为期的要关爱丈夫 当他提出要求时给他讲明 快感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元气和肾经的消耗 身体健康最重要的道理 要节育 更不要主动地挑逗他 以免引起他的欲望 过多的性生活就是偏离了自然本性 当今适风不正 婚外情 一夜情 屡见不鲜 堕胎流产被视为正常现象 一些所谓的专家宣称手淫无害 这些都是导致纵欲五度的直接原因 须知 世出世间的因果 暴饮至残者 莫过杀业 而损福德最快的 莫过邪淫 即使夫妻间的性生活 如果过分纵欲 以伤身致重 如果是邪淫纵欲 更加福德日消 至于隐含之祸果 待福报一尽 乃至临终即可见之 切不要以其害未出现 便以为是妄说 意淫对人的身体 也有很大的危害 如果能远离色欲 那么精气不露血 肾水自然滋生 并可上交于心 不思美色 心中常清朗 即能使心火不上眼 而可以下交于肾 水火能获调剂 身心的一切疾病 即可消灭 这就叫善调身心 不用药 而可使疾病豁然痊愈 健康最重要 节欲是关键 节欲是涵养真气 涵养正气的根本 淫欲是邪气 养生其实就是养正气 一个人正气充足 邪气就难以入侵 一个人的心里 要充满正气 一个家庭里面 也要充满正气 那么社会 也将充满正气 正气充沛的社会 自然而然会和谐的 高度发展 下面小温介绍一个 炼精化气的方法 这气字 即代表 无形的气 元气 这一方法是以前 道家羞耻之事 不传之秘 一事便知 炼精化气的方法 很简单 炼法如下 侧身而握 以左右食指 塞两耳孔 以不透气为度 闭目 闭口 轻和尺 用鼻呼吸 吸气时不要管它 有鼻呼气时 想象气从肺部 流到了两脚板 如此二三次即可 然后仍是自然呼吸 练至很舒适 三四分钟 绝口内生筋 此时咽下 如此鸡精充盈 身体自荐了 睡前 起床前 均可洗之 中夜 午睡将起 亦可洗之 是很容易练习的 不要故意呼吸骨气 有人一练就半小时 反而练坏了 要注意 一定要放松 任其自然 一次练几分钟就可以 未成婚的学生 青年 可在阳举时练 练至阳气安顿 便可止 慢慢松指放手 停一会儿 或起 或卧 有家世之人 防事后练一次 大有好处 古人云顺者凡 逆者先 顺者 即纵欲者 好伤人生之经历 无意长寿 逆者 常人知之不多 人的性生活 要有所节制 若防御控制不住 可照上述 练习 炼精化气的方法 就迎刃而解 逆者 有利于身心健康 能炼精化气 将圆精化为圆气 而回精补脑 故此功 不仅可以 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而且 还可以 致宜精早泄 和控制生理冲动 最后 祝愿朋友们 身心健康 幸福快乐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的内容 帮到你了 欢迎把它分享给 你身边的亲人 和朋友 我们下集 再见吧 有请不吝点赞